大家好,我是美国的波比医生 我是您身边的一个医生朋友 今天我想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的数据 就是在过去几周美国报道 在养老院的新冠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了82% 最脆弱人群就已经被保护起来了 感谢新冠疫苗的高效 就这个话题我想随便聊几句 关于人生规划 以前我们说到人生规划都是 我要去学什么东西,上什么学,做什么工作 和什么人交往,成家,孩子的教育 有多大的房子等等等等 在到了一定的时候 我们也要对人生的下半场做一些规划 我的一些体验是 在你岁数比较大的时候 如果能和自己的子女住的比较近 这样就非常好,能互相照应 同时你可以原来住的很大的一个房子 叫downsize到一个小一点房子 最好整个房子是一层,不用上下楼 上下楼有的时候会不安全 然后房子不要太大,里面也不要有很多 放很多东西容易绊倒 院子也不用特别大,这样工作量就不是特别大 但是如果在下一步呢 就是自己来管家的能力都下降的时候呢 就可以住到叫assisted living 就是你住在这地方有一天可以管三顿饭 也可以有人管你收拾家 你就自己只要管理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如果再到下一步呢 就是实在太老身体上有什么情况呢 有一些疾病不能够照告自己的身体 比如不能自己吃饭 不能自己上厕所 不能自己穿衣服洗漱 这时候呢就需要到养老院 到养老院的时候呢 就有人一天来照顾饮食 生活起居 还有医药等等 但那个时候呢 真的就是风烛残年了 本人对这方面了解还甚微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这方面体验的 在下面留言 我们以后可以再继续讨论 好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让我帮我点个赞 谢谢你的时间 下次再见 拜拜